为无限和蓝忘机平复好情绪后,聂怀桑拿着他写的一张纸说道,我将为兄记录的事情理了理,清理出了一条线,你们看看。 我将为兄的经历划分出了三个阶段,第一,你父母来蓝室,听学到如今你到蓝室听学,第二阶段是你听学结束后到你身,身死,第三阶段则是你献舍之后。 第一个阶段有四个疑惑,一是你父母拒绝过僵尸邀请,又是看见僵尸莲花信号后失踪,甚至可能身,身死,否则不会丢下你十多年不曾露面,二是你的流浪似乎是被人操控,因为每次被人收留就不是被赶了出来,就是想收养你的人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不幸。 还有,你流浪找不到吃的,却还有彪肥体壮的狗追咬你,一临到现在都不算富裕,有野狗也会被人打来吃了,何况十年前。 聂怀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,三十三岁流浪,到九岁时,你在垃圾堆中翻找吃的。 江峰眠一眼认出了你,说你是他故人的孩子,让你跟他回家了。 且不说小时候的你有多好骗,但是江峰眠竟然能一眼认出流浪五六年,而且蓬头垢面。 脏兮兮,面黄激瘦的你,我觉得即使亲爹亲妈也不见得认识。 而且,一般人九岁之后还没开始修炼,班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,与修仙无缘了。 卫兄,你的天赋很好,甚至比一般人都好,我们都是三四岁家族,就会用天才地宝来培养。 天赋高的十岁十一岁,结成金丹,天赋差得像我,快到十四岁的时候才结了金丹,连玉刀都是十次八次会摔下来的。 聂怀桑说着,还不好意思地挠了一下头。 卫无羡好笑地看着聂怀桑,蓝忘机看着卫无羡的眼神又亮了些,果然是他看中的人,就是优秀。 卫兄,你流浪数年,又经常挨饿受冻,又老是被人欺负,被狗追咬,受过很多伤,身体应该也不是很好。 而且九岁才修炼,还经常被打得昏迷,卧床养伤,却还能在十一二岁结单,畏兄,你已经不能用天才形容,应该算是妖孽了。 可见,你天赋有多高,也是你有那样精彩艳艳的父母,你自然也不差的。 而且这个训养你的人应该也知道,他如此搓磨你,又不让你死,必然是你有价值。 这价值不是你身上有什么贵重的物品,应该是你这个人。 那是什么? 魏无羡问道,天赋。 蓝忘机说道,在云梦江世众弟子中,我的修为的确是最高的。 你这么高的天赋,可能就是你悲惨命运的起因。 灭怀桑说道,何一? 魏无羡问道,死是。 蓝忘机握紧拳头,指甲快要嵌入肉中。 没错,世家为了培养忠心耿耿的修饰,会就让他们尝尽人间苦楚,然后再救他们于水火,用蜜糖和披霜的方式掌控你。 你听话了,就是金银珠宝,美女豪宅。 蓝忘机听到美女两字,眼中冷气嗖嗖地直往聂怀桑射来,聂怀桑立即意识到自己口误。 轻拍了一些嘴巴,继续说道,所谓披霜,就是你若违逆她的意思,不仅让你失去一切。 还过得生不如死,人都有求生意识,所以不得不听其命令,任其驱使。 你是说云梦将士把我当狗训。 魏无羡拍着桌子站了起来,愤怒地原地暴走。 聂怀桑不至可否,蓝忘机器地握紧臂沉的手,倾金暴怒。 她现在就想冲动云梦,将将封年和于子渊一对独夫妇千刀万寡。 魏兄,你的失忆就是控制你最好的方法,你一有反骨,一顿鞭子下去,什么都解决了,变成一张白纸,任人描摹。 聂怀桑说道,魏兄,将是用什么笼络你了? 笼络? 没有,只是姜婉吟总是嫉妒我,说姜宗主喜欢我,看中我,对她却是很严厉。 姜宗主也只是在我受伤的时候,于夫人打我的时候,会过来看看我,拍着我的肩膀,让我不要介意,说于夫人心情不好。 那个时候,我听到了姜婉吟的讥讽,看到她眼中的怒火。 姜姑娘,则过会给我端一碗莲藕排骨汤,说是我最喜欢喝的。 那汤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油,还有数十个辣椒,这根本就不能吃,简直像毒药。 魏无羡说道,聂怀桑听了连连称奇,这,这,这,云梦的操作真让人叹为观止啊。 蜜糖是江丰年的温盐软语和江燕梨的莲藕排骨汤, 披霜是江婉吟的极度愤恨和于子渊的鞭子,嘖嘖嘖。 无耻,蓝忘机说道,眼眸深邃寒凉。 第四点,第四点,魏无羡催促道, 他被几句算不上甜言蜜语的话和一碗有毒的汤就控制住了,真是丢人啊。 聂怀桑好笑地看着一脸恨不得将自己埋到地底下的魏无羡说道, 第四点是,这段时间,我魏魏凶收集药草,也派人暗中打听了云梦江市,云梦江市不仅是你, 你们几个核心的弟子,你的三师弟,四师弟,五师弟,六师弟,七师弟,父母离其死去, 一个个多少都受了些搓磨,然后被江丰棉带入云梦江市的。 什么?都是孤儿,魏无羡惊恐地问道。 蓝旺基也不可置信地看向聂怀桑, 几个重要的弟子,包括你,都是孤儿,至于这是巧合还是人为,还需要再调查。 聂怀桑说道,魏无羡和蓝旺基心里不可控制地冒出了一个恐怖的想法, 让他们觉得全身都裹着一股寒意。 还有我清禾有几个弟子来自云梦, 其中有两个曾经加入过云梦江市,我仔细盘问过, 他们入江市没多久,被于紫渊用紫垫打得皮开肉战, 他们爹娘心疼,赔了江市一大笔钱,才脱离江市, 那两个弟子,一个改名了,一个举家搬迁到了清河, 他们说不这样,派云梦江市的报复。 聂怀桑说道,蓝旺基看着魏无羡心里一阵庆幸, 幸好蓝氏听学魏无羡来了,否则, 不知道云梦江市还要如何撮磨他。 那第二阶段呢,魏无羡问道, 他不太想继续说下去了, 不想再说他被人当狗训养的屈辱历史。 魏兄,你的记忆中竟然有未来的事, 说明,时间回溯,或者平行时空。 蓝旺基说道,是的,但是因为有个别不同的因素, 导致事情走向有些偏差,这个偏差,我觉得就是失忆。 失忆? 魏兄,失忆的人极度没有安全感, 对于自己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, 要么特别容易相信,要么就是防备。 灭怀桑说道,而魏兄应该是属于防备型的。 灭怀桑说道,魏无羡认同地点了点头。 蓝旺基也汉手认同, 这一个月来,他一直陪在魏无羡身边, 但是从魏无羡的记录来看, 他应该早就想起前世的事, 但是宁愿自己每日心事重重, 也不愿意告诉他。 魏兄,前世你应该没有失忆的毛病, 而且还与江氏姐弟从小一起长大, 对江家感情深厚。 灭怀桑说道, 否则,你不可能会将自己的金单PO给江婉淫。 如果魏英氏被迫,不得不PO单呢。 蓝旺基说道, 如今这个世界上, 除了传说中能活死人肉白骨的豹山散人, 便只有齐皇圣守温情姑娘有这样神奇的医术了。 豹山散人是魏兄的师祖, 要是知道魏兄在云梦过的凄惨日子, 把江氏打一顿都是轻的, 岂会挖了他徒孙的金单给江婉淫。 而且无人知道豹山散人在哪里, 魏兄应该也不知道, 否则不可能会落得那么惨的结局。 所以,这个幻单数只能出自温情之手。 聂怀桑说道, 我肯定不会自愿把金单给江婉淫的, 我又不傻, 肯定是他们抢走的。 魏无羡说道, 若不是你自愿的, 你后来为何会说温情姐弟对你有恩, 你不惜与所有人为敌, 也护着温情一脉。 就算温情一脉也是被逼迫的, 你能不愿对就不错了吧, 岂会舍命相护。 灭怀桑说道, 魏无羡哑口无言, 他实在无法接受他前世傻缺道自毁前程, 将金单剖给江婉淫。